一意一扬,朗岛先是狠批李盈盈,再是表扬断放,女排阵容恐大调整中国女排,终于在澳门打了胜仗,中国女排周三5月23日在2018世界女排联赛分战赛,第二周澳门战的第二战打开胜利之门,以3比1击败泰国女排,刘晓彤贡献全场最高的17分,新人断放疾呼名愿,各得到15分。 我们可以从泰国队身上学到很多,虽然他们个子不高,但他们的控球、扣球、跑动进攻都非常棒,希望球员能够学习。 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认为,队员之间的沟通和默契仍然有待改善,不过今天的比赛已经叫首战有进步,昨天我们输的是心理素质,送的分数答惊人的42分,是我执教的中国队前所未有的。 我希望今天的比赛,大家减少不必要的失误,做好后防,而且因为泰国队的进攻非常快,所以也希望他们能够提高迅速的篮防。 郎平还点名表扬胡明愿的表现,胡明愿今天发挥的比较好,因为她的快攻是她的特点。 为中国贡献15分的胡明愿,成为队中得分第二高的球员。 郎平对她进行正面评价的同时,也强调队中每个球员都非常重要,世界联赛为期非常长,所以我们每一天阵容都有所不同。 大家都得到休息、短练,但作为中国队而言,每一个场上的球员都是非常重要。 中泰双方合演了一场精彩的攻防战,这也是国家队在澳门战的首胜。 队长刘、萧桐出了享受胜利的喜悦,同时也称赞泰国队的进攻,很开心今天获得胜利。 每一场胜利对我们来说都是信心的鼓舞,今天双方的进攻都做得非常好,防守也拼得很精彩,双方打了很多来回,大家都非常努力。